知名廟宇前 廣場地上擺滿煙火蓄勢待發 點燃後就像火車過山洞 形成七彩煙牆 最後突然遇到一陣狂風吹過來 竟然變形成綠色大龍 上方白煙變成一條小白龍 我拍影片後 還有在日本民宅火警 冒出白煙強風一吹 變成白色大龍頭 難道天有意象嗎 大型高空煙火也有同樣困擾 煙火在空中炸開 形成金色瀑布超壯觀 或是大龍炮在空中分裂狂窜 風一吹就歪了 但如果是大型煙火秀 如同鳳凰展翅飛向空中 紫色煙花散落 但煙火釋放就怕遇到 狂風亂吹變形 下雨無法點燃失效 現場間距太窄 擔心意外炸傷人群 看天吃飯 那是因為天氣的因素 風向而改變它的造型 其實很多人有一些幻想力 它就很容易把它出現了 煙火秀夢幻又好看 單地點在廟宇附近 遇到天候無星插柳 民眾心中浮現鳳凰龍等特殊圖像 嘖嘖成奇 謝謝雙飛翔王 書宏 高雄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子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